XT-1-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是由中山科学院研究院设计的武器系统 它可以为海上舰艇和陆地车进行装备 XT-1-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它具备自动追踪功能 还可以进行远端遥控来执行精确的打击和警戒搜索任务 进程防御武器系统一般是配属在海军船舰上 用来警戒侦察与摧毁逼近的反舰导弹 或别的具有威胁的飞行物 作为战舰近身防卫用途的武器系统 一套进程防御武器通常由雷达 电脑 多管快速开火的中型口径炮组成 而且炮座机台可进行方位性角度的旋转 从而观察和进攻多方位的敌方目标 进程防御武器系统几乎所有各级各型战舰都有搭配 进程防御武器系统一般是最后一道防线 而进程防御武器系统任务 一般是攻击导弹的弹头 为其避免导弹对船舰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果进程防御武器不能攻击弹头 则系统会采取另一种方法 将会射击导弹的前后在导弹上打动 从而让导弹偏离航道或者提前引爆 根据中科院透露 这种进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 可根据不同作战环境进行部署 可分为暗制型以及舰载型的载台系统 其具备的影像辨识目标追索等功能 可大大提高军队近战防御武器 联合击杀能力 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 台湾将预计采购七套XTR-101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其中该系统内包含12座 双管遥控枪塔 6座光电指挥仪 以及6座操控台等 并且将会先在东引完成部署 之后再部署淡水河口 金门 澎湖等地方 XTR-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的性能 诸如 武器搭载的是T75-20机炮 其回旋轴为330度 仰幅轴在-15度到85度 旋转速度为60度每秒 摄像机为40倍电动变焦 其射控系统具备炮令自动结算功能 射击模式为集火攻击 自动追击目标等模式 而目前 XT-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用于搭载在光滑6号导弹快艇 光滑6号简称光6 其属于近岸作战打击兵力 光滑6号导弹快艇 为钢船铁履制上层结构 而与它被取代的海鸥级导弹快艇相比 使用了更多的数字化操作系统 操作更为简洁方便 在武装方面 光滑6号导弹快艇 在船左右横向配置雄风二型反舰导弹 其射程长达150公里 可有效提升战斗力 其另外的配置 还有AV-2干扰火箭 T-74排用机枪 还有XT-R-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但是该武器系统并未对光滑全面采用 而XT-R-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采用的 T-7520毫米机枪 T-7520毫米机炮 是联勤205兵工厂仿制美国的 M39A3空用机炮所研发的通用支援火器 T-7520毫米机炮 全重85公斤 机炮射击采用电力激发敌火设计 T-75的类型可分为四种 陆用型、海军型、M车载型、防空炮 这几种类型 而其中 T-75陆用型配备三角炮架 可对空射击或平射 而T-75M海军型 配备于专为海军研发的舰艇用炮架上 而且炮管经过离子氮化处理 并且加装防弹盾 T-75M车载型主要配置于陆战队汉马车上 并且有意圆形炮塔环磕360度旋转 车载型所造成的后座力振动会更高 T-82防空炮主要分为T-82T 摇曳机动式和T-82固定式双连装防空炮 两者是专为固定据点防空所研制的 这两种都是采用电击发 还为其配备了8KW的发电机 提供炮座的转动与射击电力的来源 而XT-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的改进型 XT-102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主要更新机炮隔热罩 与两门机炮之间加装光学摄影机 并且还搭配自制的光电仪 激光测距仪 其侦察锁定距离可达2450米 并且现阶段研发测试完成的 暗制型20毫米进程自动化武器 将准备部署在海军陆战队务守的乌秋 将乌秋当地的暗制传统火炮 已无法满足作战需求 海军陆战队军舰建制这套装备 可与守备部队及据点相互编组 用来增加守备地区的火力 据中科院消息 会将XT-102进程自动化防御武器 搭载到光荣之星海上测试载台上测试 光荣之星海上测试载台 是中山科学院与龙德造船有限公司 联合研制的穿浪型双船体海上测试舰艇 在2019年下水 并在3月开始首次海事 并与同年的11月 光荣之星正式出海 光荣之星的雷达在后甲板的位置 而其在光荣之星上 还可能搭载使用了MK44 巨富20连炮 这也是中科院所研制的 舰艇 舰载链炮遥控系统 并且在海巡署600吨级 巡防舰舰尾 也将会装设一座 XT-102双管遥控机炮 海巡署600吨级巡防舰上 除了搭载的XT-102双管遥控机炮坏 还配备震海火箭碳系统 而其在执行任务时 还可加装雄二雄三 反舰导弹等武器 除了海巡署600吨级巡防舰外 安平舰 加一舰 新竹舰等之类的11艘 也会安装上XT-102双管遥控机炮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搭载在船舰上 只是起到最后的一道防线 在海上战场中起到了作用 说大不大说小不少的状态 因为一般的敌军发射导弹 也都有相应的应对己方的方法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也仅仅只能防御到 大多数的导弹攻击 像这种进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 能搭载不同的地方 所以用处也相较广泛 在战场上使用 可以保护自身 也可以用来反击 就会在战场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其这种自动化防御系统 装在车上 就可以进行机动反制作战 利用这种系统 可以打完立即移动位置 可让敌方 捉摸不定己方的情况 而相较一般的 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 如荷兰的守门员系统 以色列的台风系统 意大利的标枪系统 西班牙的梅洛卡系统等 这些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都用在了战舰近身防御 像这种防御系统 也都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的拦截率是有限的 即使有的反舰导弹 遭到机炮击中破坏 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彻底 毁坏对方发射的武器炮弹 而半残的导弹 仍是有伤到船舰的可能 而这种进程自动化防御武器 在不同的地方 运用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 在岸上不锁 可以大大加强了 周边近海的安全问题 而且火炮 是以限的方式 进行击杀导弹的 并不受电子仪器的干扰 这与一般的用导弹拦截导弹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空中 让两个点相撞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一旦两个点相互错开 这就无法进行补救 一般用导弹拦截导弹 会发射两枚 但是如果有电子干扰的话 将会大大降低拦截的成功几率 所以一般采用火炮 进行最后的防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